一個人遊大阪,誰說一定要獨有? 一樣可以吃好西 一個人去日本,除了吃拉麵、吉野家、蟲屋 都有機會吃燒肉 今天找到一間在千日前深齋橋附近的燒肉 還開到凌晨兩點,現在馬上去試試 這間店一點都不難找 說就說是一人燒肉 不過眼見就個個都有盤 我自己一個人叫了四款肉 看看,這裡全部都是我的 我現在準備要燒了,這就是一個屬於我的爐 炭爐不算大,每次只能燒幾塊肉 一個人吃剛剛好 醬汁就沒什麼驚喜,都是基本的燒肉汁和檸檬汁 這個火牛剛剛好,裡面還有很多肉汁 但表面燒得很香 其中有兩碟都是三百多日圓 如果你想叫更便宜的食物 其實可以全部叫三百多日圓 那些都可以 因為其實那些肉都很好吃 吃這麼多肉是分不到哪一個火牛 如果你連一個人燒肉都能克服 基本上你可以克服所有的食物 你不要看它 在住宅區裡面 它是很有名的 它的一人窩蜜 我現在馬上進去試試看 不是開玩笑 其實我前晚已經來過一次 誰知一進去就發現滿了座 原來預訂早排到月底 沒有預訂的就唯有下午去排隊 這間主打一人窩蜜的壽喜燒店 環境裝修都好地道 現場所見都是本地人居多 亦都有一人專用的面壁位置 餐牌就貼在場面上 這次我就叫了招牌之壹的牛肉鐵鍋 鐵鍋面鋪滿肥牛片 再混合壽喜燒醬汁 直到牛肉、洋蔥、豆芽等配料都沾滿醬汁 吃起來和壽喜燒沒有太大分別 而且吃到尾聲就有點太鹹 所以最好用來送飯 不過我覺得來到這裏最棒的不是食物 反而是可以體驗到地道的日本風味 居酒屋附近的小巷亦都充滿和味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居酒屋 最近的車站是金池站 要搭板介電車過來 還會遇到好像站長的貓仔 所以說獨遊又有甚麼好怕 阿翔 說獨遊講 說獨遊又有拿了